隔壁老闆娘拿了一只大公鸡 过来给你加工一下 他给100块钱加工费 100块钱啊 是的 活鸡啊 对啊 那这样吧 那你给他宰杀一下 给他宰杀这个钱就给你了 好 大叔 我帮忙杀一下鸡 给你20块钱加工费 20块钱 杀一只鸡只好 哈喽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见面了 今天隔壁老闆娘带来一只大活鸡 让我给他操作一下 还给了100块钱的加工费 他说要吃正宗的山东鳞鱼炒鸡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做这道菜 我们看一下小伙子把鸡宰杀处理好了没有 就可以正式开干 老闆娘 那个鸡烧好了吗 烧好了 是你烧的吗 是的 没错 就是我烧的 是你烧的是吧 在哪边 在这里 全国吃鸡看山东 山东炒鸡看鳞鱼 我们都知道鳞鱼炒鸡 是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菜 隔壁老闆娘从林宜老家带来一只散养的跑山鸡 在我的快餐店里让我给他加工一下 借着食材分享我的做法 视频详细满满的干货 也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从视频画面中不难看出 而且大家听我剁鸡发出来的声音 应该能感觉到这个鸡的品质还是不错的啊 应该养了12个月以上 把鸡剁成两指宽 哎呀这个鸡翅膀都烂掉了 应该小伙子烫毛的时候水温太高啊 把鸡剁成两指宽差不多的大小就可以了 不要剁的太碎啊 否则没有口感没有嚼劲 剁好的鸡放入盆中 我们开始下一步的处理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小苏打 加入一把风车生粉 没有生粉的用面粉也可以啊 加入一碗清水 随后呢我们用双手给他用力的油搓 反复的抓洗 这个过程在两分钟以上 然后呢我们把鸡放入流动水中 给他进行深度的清洗 加入小苏打和生粉的目的呢 能有效吸附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起到去腥的作用 想要这道菜好吃 这一步的操作非常重要啊 林仪炒鸡这道菜千万不能焯水啊 我们直接下入锅中给它干扁生炒 所以呢我们给它清洗几遍 直到里面的水变清 然后倒入筐中给它控干水分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还提前准备了一些蒜子 一把葱结 适量的生姜 一个红椒 还有两个螺丝椒 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依然是由我来操作 我来解说 起火热锅 加入适量的豆油 晃动锅子 让油润满锅壁 油热以后呢我下入一个蜜的肉勺 下入一把花椒 用中小火炸出麻味炸出胡辣味 尽量给它多炸一会 炸到有发焦的感觉 这样才有效果啊 有了蜜肉的帮助 我们就可以轻松的把花椒捞出来了 花椒捞出不要 只要里面的油 然后下入生姜给它爆香 中小火炸出香味以后呢 我们下入适量的干辣椒 两个八角还有一片白纸 我这个干辣椒特别辣啊 所以加的不是很多 喜欢吃辣的可以多放 不喜欢吃辣的可以少放啊 随后呢我们加入一勺黄豆辣椒酱 用大火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注意一定要把酱炒熟炒出红油炒出香味 才能下入控干水分的鸡块啊 既然是炒鸡 所以接下来炒的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啊 大家耐心的往下看听我详细的讲解 第一我们在下锅之前呢 尽量把鸡的水分给它控干 不能有太多水 第二一定要把火开到最大炒出油脂 尽可能的炒干水分 这样出来的炒鸡才够香 才有锅气才好吃 第三尽量给它多炒一会 这个过程在五分钟以上 随后加入适量的猪油 加入猪油的目的呢 能让汤汁更浓炒鸡更香 紧接着加入一点点白糖 加入适量的老抽酱油 增加菜品红亮的颜色 看上去更加有食欲啊 保持大火翻炒 把颜色炒匀 随后加入半瓶 昨天小姨子喝剩下的啤酒 这个非常重要 紧接着我们加入没过鸡肉表面 一厘米左右的清水 如果你的鸡比较老 则需多加水 延长炖煮的时间 加入一小把冲结 紧接着加入适量的生抽酱油 大约15克左右 加入一点点蚝油 同样是提味提鲜 增加菜品的浓郁度 加入一点点盐 增加炒鸡的底味 最后加入的是回香粉 还有胡椒粉 来一点点就好了 大火烧三分钟 加盖 然后转小火 再炖三十分钟左右 这个时候已经炖煮了三十分钟 用筷子明显能搓的进去就好了 但是也不能炖的时间太长啊 否则太烂就没有嚼劲 没有口感了 挑去里面的葱 还有香料 干辣椒 随后呢 下入准备好的大蒜头 这里提醒大家 大蒜头 千万不要放的太早啊 否则经过长时间的炖煮 大蒜头就会烂掉 导致乱七八糟 影响菜品的卖相 转大火收汁 加入一点点鸡精 增加鲜味 不喜欢的也可以不加 最后把准备好的红椒 螺丝椒倒进去 虽然老板娘是山东淋漪人 可是她刚才过来交代过了 叫我不要做的太辣 喜欢吃辣的朋友呢 可以多加一些小米椒进去啊 大火收汁了五分钟 把汤汁收得更加浓稠 把青椒蒜头烧至断绳 最后加入适量的明油 增加菜品的亮度 最后可以出锅装盆 我们直接装入一个大号的打包碗里面 更方便送过去给他啊 那么山东淋漪炒鸡就做好了 正不正宗 我说的不算啊 不过刚才我偷藏了一块鸡腿 确实真的非常好吃 也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互相交流 新手的同学在操作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 要选用比较老的跑山鸡 它的肉质比较紧实 口感好 味道香 第二 这道菜的味形是 咸鲜味重 微麻 能吃辣的 建议多放一点辣椒 更好吃 我发现这个小伙子 今天特别的高兴 一直笑咪咪的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来给他送过去吧 好